5月24号天主教举办了为中国教会祈祷日 起因于中共近期竟然出动上百警力 大举逮捕主教并持续拆毁教堂十字架 于是教宗方济各发动全球信徒 集体同声为面临迫害的中国教会祷告 话说中共当局2018年曾经和范蒂冈 缔结了一项关于主教的临时协议 而且双方才于去年共同延长了该协议 中共却反而就从签署的时机开始 实行更多霸凌打压天主教徒的手段 让信徒们苦叹为何信仰宗教会违法呢 中共5月10日实施宗教职人员管理法 其实就为了更强势的授权各地政府 彻底扫荡不愿意效忠党的神职人员 就是要逼传教者加入共产党才准运作 而因此教宗震惊的就像是20号连两日 河北洞员遇百名公安包围一处修道院 抓走了包含祖教神父和修士约20名 此政策也逼得更多教会转为地下的形式 尽管中共说只有禁止未成年加入教会 但近年在各地狂拆甚至烧十字架的劣行 已经明目张胆到就是要让老百姓恐惧 当然身受其害的包括了各大主流信仰 司打费已不止一次报道了如炸毁佛像 甚至强迫信徒改膜拜主席头像等等 但随着中共越驱残忍的打击宗教组织 最后连逼迫回民吃猪肉喝酒的阴谋 都让世人痛心无法接受而需再三谴责 当教宗直言中国信徒面临的最大试炼 无疑是在沉痛呼吁中共正式公义和平 但除了全球基督教和大陆信徒的祷告 若没有来自更多全球民主国家的发声 或是拒绝中共外交上的不平等胁迫 否则大陆人民所遇到的种种不幸毒手 也会像病毒透过各种渗透反噬全球啊